社會局實際上也有一個居民參見在我們的基地內 所以也順便一起說不讓大家知道 那因為社會局實際上也是我們這個案子的一個參見的重要的空間 所以等一下是不是請我們說明一下 社會福利設施在裡面的東西 大家請再說明一下讓大家知道一下 然後現在是剛好提到那個 那個主條審查的事情 因為現在這個案子適度我會送進去之後已經組成專案小組 那我請我們社會長也簡單說明一下 是否有為整個體制的運作方式 還有將來專案小組會真正哪些東西來做審查 那請他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首先是不是民政局這個做個說明 真的他剛剛提到的區理調整啦 然後還有就是說參見這個簡單說明一下參見的內容 那接下來請社會局 各位理民大家好 我們民政局是有規劃 那將來在這個園區裡面 就是有60坪空間的那個區民活動中心 那這個區民活動中心 是會由信義區公所來管理 那民眾如果有需要使用的話 就是可以依規定租借這樣子 那另外剛剛這個先生他回 建議的那個規劃一個信義計畫裡的這個 這個意見我們 因為這個是有法規的規定 就是說你要新增一個禮 或者是你要怎麼規定的話 他是有住戶的還有居民的條件 還有看當地的那個財政狀況 各方面條件充足之後才能有所規劃 那這個意見我們會帶回去局裡面檢討 好謝謝 好謝謝 好那接下來是不是社會局副局長 在簡單說明一下社服的東西簡單一下 好謝謝 謝謝 主席在事務方面